这个俄罗斯媳妇正和她的韩国公婆一起吃饭 可以看出她此刻的心情已经超不耐烦 呼噜噜的吃面声和鸭鸡嘴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是否说得了 反正我现在已经开始皱眉了 可这样的噪音污染 俄罗斯媳妇莎莎每天要经历三次 莎莎和丈夫成民结婚一年了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 可因为种种原因 她和她的韩国婆婆却总是合不来 就拿吃饭来说吧 莎莎实在受不了鸭鸡嘴的声音 但这在韩国人看来却十分正常 他们认为发出的呼噜声越大 说明饭越好吃 可在莎莎眼里 这明明就是不礼貌的餐桌行为 她难受的吃不下饭 对面的公公婆婆却丝毫没有察觉 没办法 莎莎只能拿丈夫开刀 她用眼神示意对方别呼噜 丈夫瞄懂 立马进入效应模式 可这只能解决一个声音来源 莎莎终于忍不住小声嘀咕 说在家吃饭真的很辛苦 这话让婆婆瞬间变脸 她指出 在韩国大家都是这样吃的 根本算不上不礼貌 就连国家拍摄的拉面宣传片里 演员都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但莎莎丝毫不赞同 她觉得这种行为既不礼貌又很烦人 这样的快言快语 属实是刚 接着莎莎又提出诉求 可是如果公公婆婆不想改 她就答应让她们搬出去住 婆婆一听 瞬间就炸了 正如她所言 她想要的是让莎莎变成传统好儿籍 在此之前绝对不同意分家 可一向自由的莎莎忍不了 因为除了吃饭这点 强势的婆婆已经严重干扰到了夫妻俩的生活 比如早上的时候 婆婆会不敲门进入她们的房间叫起床 还会直接上前掀被子 丈夫是早就习惯了 但莎莎非常不理解 她认为每个人都需要私人空间 而婆婆却完全没有隐私概念 除此之外 夫妻俩在工作时也要受到严格管束 因为她们都在婆婆创办的 国际舞培训机构工作 婆婆年轻时是名优秀的舞者 曾经参加过国际级大赛 所以对学员们都很严格 尤其是自家儿子和儿媳 只要动作有一点点不达标 那眼神就充满杀气 还会在一旁不断指责 这导致俩人跳得越发慌乱 不得不暂停了训练 可即便如此 婆婆也没有停止批评 此时的莎莎已经很不耐烦 丈夫若若提醒 想让她说句 下次一定努力 但莎莎直接来了句 刚才已经努力了 这话让婆婆哑口无言 在韩国的职场文化中 后辈是必须尊敬前辈的 像莎莎这种硬刚的 婆婆还真没见过 因为平时上班 夫妻俩经常踩点到机构 这让婆婆非常不满 每当这时 她的眼神就变得非常锐利 吓得她们走进办公室了 还胆战心惊 当然 婆婆肯定也不会就此山霸甘休 第一组学生刚结束训练 她就迅速走进办公室 对着俩人就是一顿指责 除了认为她们迟到 婆婆还嫌她们 近来是打招呼声音太小 这个饮料 我真的觉得是在挑刺了 莎莎也小声缓嘴 说她们并没有迟到 顶多算是没找到 可婆婆认为 机构是自家开的 平时就要多删点心 没课的时候也尽量多待 婆媳二人就此争论起来 莎莎认为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自己平时也有别的事 为什么一定要早到 或者多来 这里又不是监狱 婆婆则反驳说 工作也是我们的生活 必须要有责任感 总之就是要求她们早到 家在中间的丈夫 听得头都大了 两边都不敢得罪 只能尽量降低存在感 最终 这场女人间的战争 一婆婆摔门而出高中 在婆婆看来 儿媳就是有很多小毛病 爱吐槽 爱发牢骚 说话强势 对长辈也不太礼貌 这如果自己不管着 那将来肯定会吃亏 而且 如果她们出去住 那家务 上下班通勤 房租 都是需要考虑的 更何况 平时在家 就是儿子做家务多一点 要是出去了 而且说不定更不做 那儿子肯定更辛苦 不过这话 遭到了儿子的反驳 她说 家务基本上 这俩人共同承担 而且房租方面 自己也存够钱了 一听儿子 竟然背着自己藏私房钱 婆婆都震惊了 你妈妈 妈妈不来摔门了吗 怎么知道 妈妈可能就有一次 我讲 这个人是什么 这公共的家庭地位 也是显而易见了 爷俩怕老婆这点 那真是如出一辙 对莎莎来说 从小独立生活 是一件早已习惯的事 更何况 在俄罗斯 如果成年男子 还跟父母一起生活 是会被叫妈宝男的 所以她迫切希望 能搬出去住 也希望强势婆婆 可以放手 毕竟 丈夫今年 已经28岁了 俩人都不是小孩子 没必要 还在父母的管束下生活 继续住下去 反而会影响家庭关系 总之 在节目组的安排下 婆媳俩面对面地 坐在一起 讨论起分家这个问题 两人的态度 都很坚决 莎莎觉得 让她丢掉以前的生活方式 完全以韩国人的状态 生活 是真的很难 比如婆婆 总是指责自己 语气强硬 不会撒娇说话 可在俄罗斯 大家都是比较强势的 撒娇反而会被当成 幼稚的行为 吃饭叭尽嘴 也会被叫成猪 总之这些习惯 根本没法改 但婆婆还是认为 她们并没有出去 担过的能力 何必放弃 现在有父母照顾的 舒适生活 追求独立和自由呢 而且自己这样唠叨 也是为了让莎莎 早日适应韩国生活 出发点也是好的 就是这种好 大概不是莎莎想要的 几番交战后 婆婆大概也是感受到了 儿媳的决心 她终于有所松动 表示出去住可以 但又等到三年后 她用这段时间 评估夫妻俩的生活能力 婆婆的松口 让莎莎多少有些欣慰 但她擅自决定 三年这个时间 还是过于专横 而且三年未免太久了些 这样她无法接受 好力再三 夫妻俩还是起身 离开房间 拒绝了这个提议 看来这场谈话 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过在节目最后 莎莎还是和婆婆 达成了和解 她表示分家时间 可以再商量 刚才那场谈判 虽然火药十足 但她也从中 感受到了婆婆的真诚 和对孩子们的不舍 最主要的是 婆婆还表示 会尽量改正 鸭鸡嘴的习惯 毕竟一家人住在一起 总是需要磨合与理解 将心比心 才能真正圆满和谐 阿辽纳 乌克兰国立航空大学 毕业的研究生 陈萱萱 弟弟道道的农村小伙 家里没矿 还只有高中学历 这对差异巨大的夫妻 曾让无数人大跌眼镜 嫁到中国两年 阿辽纳学会了 家里所有的农活 小村子来了个 漂亮能干的养媳妇 这让婆婆非常开心 两年前 阿辽纳来到中国 做坚持模特 她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 就是同在剧场打工的陈萱萱 这个有求必应的中国小伙 让她顿神好感 相识一个月 阿辽纳便以女朋友的身份 来到了陈萱萱的家乡 面对经济并不富裕 甚至生活 有些拮据的陈萱萱 阿辽纳毅然决然地 选择嫁给爱情 在农村的日子里 阿辽纳一直在努力 适用全新的生活方式 山上十几亩 十六龄和后院养的家畜 就是一家人 全部的经济来源 这正因如此 阿辽纳学会了干农活 但孩子的出生 却打破了 这个平静的家庭 对婆婆来说 大孙子 就是乡伯伯 在农村 都喜欢男孩 都是传统吧 都后继优人 孩子出生后 婆婆对她疼爱有加 对儿媳也是百般照顾 但没多久 婆媳二人就出现了分歧 在婆婆的传统观念中 女人一定要好好坐月子 一个月躺在床上 不能动 不能洗澡 这对阿辽纳来说 根本无法接受 还没做过一个月 她就到婆婆家 帮忙干农活了 为了帮儿媳补身体 婆婆专门买了鸡鱼 准备做汤 但这个举动 却再次引发了一场争吵 因为阿辽纳 见不得杀生 亲眼看到活物被杀后 她哭得根本吃不下饭 母亲的一番心意 却不被接受 陈萱萱也是左右为难 但她最后 还是带着阿辽纳回家了 公公婆婆 不得不独自吃下一 一大桌菜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婆媳俩也有许多分歧 婆婆认为 动物是不能和人住一起的 狗应该拴到门外 猫应该放在院子里 而阿辽纳则会把猫抱到床上 和孩子一起玩 这让婆婆非常看不惯 阿辽纳给孩子起的名叫 陈马尔克 思想传统的婆婆 怎么也读不顺 她觉得这个名字 不中不扬 所以也很排斥 因为婆婆不识字 阿辽纳的中文又很一般 婆媳俩单独待一起的时候 总是相对无言 不能正常交流 让他们的关系更加冷淡 如果说 这些都只是小矛盾 那接下来发生的意外 却让这个家庭几乎破碎 因为乌克兰的宝宝 很少喝水 所以阿辽纳照顾孩子的时候 也很少喂 婆婆带孙子的时候 就想着喂点绿豆汤 夏天可以败毒去货 但就是这几口汤水 却给不足三个月的宝宝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孩子上吐下泻 几近昏厥 虽然最后就职及时 但一家人都吓得不轻 阿辽纳从此之后 更是不敢让婆婆接触孩子 只要婆婆在 她就寸步不离 看到婆婆手脏 也不让她抱孩子 这样婆婆既生气又无奈 为了化解婆媳间的矛盾 陈萱萱进行了家庭总动员 两周年结婚纪念日时 她邀请了全家人来聚餐 虽然言语不通 但陈萱萱的姐姐 还是尽力劝说阿辽纳 她认为母亲养育过四个孩子 总是有些经验的 而且老人家没什么坏心思 大家想为孩子好的心 都是一样的 婆婆也赶紧主动教儿媳 做面食 想通过共同劳动 化解矛盾 一顿饭吃的也算其乐融融 婆婆心里也总算高兴了起来 生下孩子之后 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 陈萱萱决定去大城市找工作 三个月前 她来到郑州安顿下来 随后 阿辽纳也带着孩子过来了 体校毕业的陈萱萱 找到一份健身教练的工作 阿辽纳为了和丈夫一起 也放弃了其他工作机会 希望成为一名健身教练 她每天要接受 十小时的体能训练 虽然很辛苦 但和丈夫一起 却很幸福 自从绿豆汤事件后 婆媳俩一直存在隔阂 这次婆婆想跟着来郑州 照顾孩子 也被阿辽纳拒绝了 她花光了所有积蓄 把自己的母亲 从乌克兰 接到中国 这让婆婆 很不高兴 由于生活拮据 夫妻俩租的房子 只有三十平 小小的空间 挤着三个成人 一个小孩 一只拉不拉多 和一只小猫咪 这下婆婆更看不惯了 临近年关 她经常打电话 追小两口回家过年 团团圆圆 是老人家最大的期盼 但夫妻俩却有很多顾虑 因为回家肯定要花钱 但他们现在 手头并不宽裕 经过一番商议 夫妻俩最终 还是决定回去 尽管手里 只有不足一千块 阿辽纳还是给婆婆 和妈妈都买了礼物 时隔四个月 再见孙子 婆婆高兴地抱着孩子 就回屋 根本没礼儿媳和亲家 这让陈萱萱 有些尴尬 平时 母亲也会对阿辽纳 关心两句 但这次 却直接无视了 孙子还没抱热乎 阿辽纳就上前 把孩子抱走了 留下婆婆 独自傻眼 因为看到婆婆流鼻涕 阿辽纳怕孩子被传染 陈萱萱解释 鼻炎不会传染 但阿辽纳 却仍并不放心 夫妻俩在屋里 争吵起来 婆婆在外面 默默地听着 小两口过日子 也不容易 她终于不打算 执着于抱孙子了 家里的气氛 总算变得温馨起来 因为想过个好年 婆婆打算 杀头羊家伙时 这让阿辽纳无法接受 她死活也不让丈夫碰小羊 但他们又没钱买肉 无奈之下 婆婆只能让他们 去集市上卖石榴和鸡 阿辽纳的样貌 吸引了许多顾客 再加上石榴本身物美价廉 东西很快就卖完了 一家人终于过了个 开开心心的中国年 阿辽纳还教婆婆 包了乌克兰特有的 草莓馅的酸奶饺子 尽管婆婆吃不惯 但她还是很配合儿媳 阿辽纳的母亲也过得十分开心 现在 婆婆总算是看开了 谁带孩子也没什么关系 她偶尔去看看就满足了 虽然文化不同 习惯不同 但一家人相互体谅 相互关心 这就是最好的幸福 这个上过两次样式出演的 非洲姑娘 名叫如斯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2006年 如斯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 孔子学院毕业后 就来到了中国留学 在中国的八年时间里 多才多艺的她 一直致力于中非文化交流 但如斯并没有想到 在这里 她还邂逅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一次晚会中 如斯结识了身为主持人的亚兴 她在舞台上的风采 深深吸引了这位中国小伙 能歌善舞 多才多艺 活泼大方 这样的女孩 让人很难不爱 在亚兴的强势追求下 两人很快陷入爱情 交往三个月后 如斯就迎来了一场 盛大的求婚仪式 人来人往的北京南楼古巷 亚兴手捧鲜花 唱着情歌 单膝跪地 讨出钻戒 如斯一下子就懵了 但她还是被亚兴的真诚所打动 接受了这份爱意 之后 两人就一直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三年后 他们如愿步入婚姻殿堂 按理说 这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此时 刚营救生毕业的如斯 需要面临一个艰难抉择 是留在中国发展 还是回到肯尼亚 夫妻俩商量了许久 最终亚兴决定 跟妻子一起去肯尼亚 她在那边经营了一家贸易公司 如斯也在母校任职 成为立名教师 因为相隔太远 夫妻俩每次回中国都极为不易 他们一岁半的女儿 尼亚甚至从没回来过 这次去山东探望爷爷奶奶 也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出远门 老两个为此期待了很久 早上六点开始 他们就忙碌地准备饭菜 一想到要见到小孙女 辛苦什么的也都不在意了 当年 儿子儿媳决定去非洲发展时 老两口是非常支持的 但随着妮亚的出生 他们也产生了留儿子一家 回国的想法 因为任生 妮亚第一次见到爷爷奶奶时 害怕地哭了起来 这让一家亲父母多少有些尴尬 他们满心欢喜地想和孙女亲近 结果却被拒绝 这种感觉非常失落 老两口的心里都有一些难受 尽管孝顺的儿子儿媳 还专门给他们买了新车 但老人家还是不开心 他们认为 亲情的淡泊 都是因为一家人分隔两地 饭桌上 看来中国的小尼亚 还吃不惯中国菜 这让细心准备的老两口更难过了 为了缓解气氛 亚乡拿出公司 在肯尼亚生产的茶叶 给父亲品尝 但父亲并没有感到舒心 他顺势提出 茶叶也可以拿到中国来卖 亚乡很明白父亲的感受 但他更希望 父母一起去肯尼亚生活 毕竟那边的事业 已经有了起色 再变动也不容易 一时间 谈话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 小尼亚拨动手机 调出了视频通话 他终于开始理解 一直以来 在手机里和自己聊天的 就是眼前的爷爷 小家伙终于主动 和老人亲近了 但面对奶奶 尼亚还是无法适应 无论奶奶怎么努力 她都不愿意让人抱 这样如此 也有些尴尬 她很怕老人家多想 因为尼亚就是人生的性格 姥姥也不让多抱 长大后 肯定就没问题了 奶奶虽然也理解 但心里依然无味杂陈 尼亚回来的这几天 她想尽一切办法 和孙女亲近 只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于是 她又萌生出 让孙女留下的想法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 父母帮忙照顾孙子 是很常见的事 但在肯尼亚 自己的孩子 就是要自己带 所以如斯只能婉拒 她理解老人家的心情 但她也不想拖累老人 让孩子成为他们的负担 在中国探亲的日子里 如斯抓紧一切机会 想解开婆婆的心结 她给婆婆传授了 许多哄孩子的秘诀 小尼亚也终于慢慢接受了奶奶 祖孙三人极乐融融 老人家终于露出了 久违的笑脸 因为这次留在中国的时间不长 如斯大部分都花在了 陪伴公共婆婆上 她会陪婆婆跳广场舞 也累让女儿和他们亲近 慢慢的 老两口也解开了心结 他们终于放弃了 让儿子一家留在中国的打算 也不想留下小孙女 让小夫妻思念 如此这样 亚星就再次提出 让他们去肯尼亚 和老人家却顾虑重重 毕竟在家乡生活久了 很多事情早已习惯 如果去肯尼亚 没有认识的朋友 语言又不相同 他们害怕自己根本无法适应 就在老人家 还举气不定的时候 如斯和亚星 离开的日子也到了 为了给这家三口送行 公共邀请了许多亲朋好友 举办了一场沙滩派对 小尼亚现在 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对于孙女的离开 爷爷奶奶就更为不舍 但在派对上 看着现场的热泪气氛 公共彻底想开了 儿孙承欢妻下 享受天伦之乐 他们所图的不就是这些吗 老两口终于答应了孩子的邀请 打算明年搬去肯尼亚一起生活 对此 如斯非常感动 他明白 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朋友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但老人家能做到这个地步 是让他感觉自己十分幸运 有这么开明的公婆 还有这么善解人意的儿媳 相信这家人的生活 也会越来越幸福 台湾姑娘蔡俊兰 嫁到印度已经六年了 目前 她的职业是家庭主妇 夫妻俩生活在首都德里 在大多数人看来 嫁去印度是一件很冒险的事 生活环境 文化差异等等 这些好像都令人难以适应 蔡俊兰的丈夫 叫老秦 这还是她帮忙起的名字 老秦是印度一家 百年出版社的第六代继承人 两人是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 她们现在又一个三岁的女儿 在印度 10%的妇人拥有全国76%的财富 可以说贫富差距非常大 所以在鱼龙混杂的德里 过马路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轿车 摩托 黄包车 公交 甚至还有马车 这些都让出来乍到的蔡俊兰 很不习惯 但现在她却习以为常 反而是老秦会偶尔抱怨拥挤的交通 在印度的传统文化中 结婚的夫妻一般要与公婆住 但蔡俊兰并没有接受这种生活方式 她和丈夫一起租了洞带电梯的楼房 每月房租大概2万人民币 结婚6年 蔡俊兰最不习惯的是这里的饮食 印度菜通常比较重口 会有许多香料辅助 而她则更倾向于清淡饮食 虽然家里有雇佣专门的厨师和保洁 但印度厨师只会做本地菜 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要她自己动手 在这里照顾好丈夫的胃是妻子应尽的责任 所以厨师做饭时她也需要把关 由于语言不通 蔡俊兰在管理帮佣的问题上吃足了亏 因为平时和丈夫公婆都用英文交流 所以她并不需要学习印度语 买菜之类的就交给厨师去做 后来就发现有厨师竟然偷换账单 20块钱的东西可能问你要40 这导致家里五年换了九个厨师 一是因为偷换账 二是因为丈夫口味比较挑 这个问题一直让她很苦恼 蔡俊兰对家里的帮佣是比较好的那一种 印度很多家庭会把佣人看得很低 工作之外都把他们赶得远远的 但蔡俊兰对这些不太在意 佣人也能用厕所和电梯 家里定期会有人来收运烫的衣物 一件衣服一块钱 甚至睡衣也会送去烫 这也是印度特有的烫衣文化 衣食住行都有人料理 这样看来 在印度当家庭主妇似乎挺不错 但这完全是因为老秦的思想比较开放 因为家境富裕 老秦从小就游历各国 思维也比较西化 没有太多印度传统的大男子主义 但两人结婚时 还是受到了两边家庭的反对 蔡俊兰的爸爸甚至认为 印度人都是娶四个老婆的 老秦的父母更是传统 他们不太能接受外国儿媳 因为这不门当户对 还会受到周围人的嘲笑 但已经相恋六年的小情侣 却很坚持 长辈们后来也只能放平了心态 印度的婚礼十分复杂 而且是在晚上进行的 新娘要提前一天在手上画满彩绘 这个过程要持续七个小时 画完也不能去洗手上厕所 新郎则要盖着头帘骑马 整个流程十分复杂 因为印度宗教信仰很多 所以节日也非常多 一年365天 官方任何的节日都有120多个 相当于每三天过一次节 蔡君兰和老秦信仰的是奇纳教 在印度占比仅1% 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教类 该教教徒的信仰是理性高于宗教 反对婆罗门 反对种姓制度 之前蔡君兰是不信这些的 但为了尊重夫家 他也跟着戒掉了肉食 因为奇纳教反对杀生献祭 在女儿的教育上 夫妻俩的观念也很一致 他们将孩子送去了当地的英国学校 想培养孩子的国际事业 这个学校的注册费高达13万人民币 学费更是每年20多万 并且还要有背景才能进得去 是完完全全的贵族学校 在印度 嫁女儿的时候要花掉很多积蓄 所以夫妻俩教女儿从小损钱 但这并不是想让他用于结婚 而是想让孩子以后出国深造 老金家的出版社在当地数一数二 虽然现在实体书没落 但学习用书必不可少 而印度的书比国外便宜5倍左右 所以销量非常不错 老金现在已经意识到电子书的重要性 他还专门设立了子公司 专攻电子书籍业务 但这一举动让父亲很不理解 蔡俊兰的公公是比较传统的印度男性 父子俩的不和也表现在生活方面 因为老秦是家中独子 母亲生了三个姐姐后才生下她 所以父母早早就为儿子 选好了门当户对的媳妇 后来听说他找了外国姑娘时 老两口都有些无法接受 公公甚至到现在也有点不开心 因为这会遭到许多闲言碎语 但老秦一直跟父母说 不要在意外界的声音 这也是他们意见不合的地方 婆婆也担心儿妻无法适应这里的文化传统 因为印度的价值观认为 结婚生子是女人唯一的幸福 如果儿女未婚或离婚 那父母就会备受指点 而且印度还有许多所谓的女人节 这天所有已婚妇女都要进水进食一天 为丈夫祈求身体康健 未婚的也逃不过 因为要祈求未来的丈夫身体康健 近年来 由于平权运动的兴起 一些丈夫也会和妻子一起进食 还有一些不那么严格的也能吃点水果 但蔡君兰不敢违背婆婆的叮嘱 她从凌晨开始就没喝一口水 这天好像过得特别漫长 在对着月亮完成最后的祈祷后 老秦赶紧端出水杯和点心 她不相信妻子进食会和自己的健康有关 但蔡君兰为了家庭选择妥协 作为丈夫她也只有心疼和感激 蔡君兰大学学的是服装专业 现在孩子已经上学了 她想尝试创业 设立自己的服装品牌 老秦贴心的在公司给她预留了办公室 尽管婆婆一直想要俩人再生个儿子 但老秦很尊重妻子的看法 现在她愿意支持对方去完成梦想 生儿子的事她并不在意 尽管有许多阻碍和摩擦 但这对异国夫妻依然恩爱 每段婚姻都不相同 他们的故事或许只是个例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印度的多面 没有商场 没有超市 地面满是垃圾泥泥泞 超半数人每天生活费不足十元 种族流血冲突不断 贪污问题严重 路上随时有人抢劫 这里是全球最多极度贫困人口的国家 西非尼日利亚 可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胆寒的地方 却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孩 自愿嫁了过来 那么她的生活究竟过得怎么样呢 维亚远赴他乡的背后又有什么难以言说的现实吗 她叫塞琳娜 目前住在尼日利亚最大的港口城市 拉格斯 在节目组来采访前 塞琳娜还贴心地雇了两个军装警察 24小时保护大家 因为就在几天前 这里才发生了四起命案 在尼日利亚 警察赚外快是允许的 不然光靠政府工资 他们根本养活不起家人 塞琳娜夫妇在当地算是有钱人 他们住在私人区院 这里有比较严密的安保 住起来能放心一些 再来非洲前 塞琳娜在香港一家大公司做市场经历 妥妥的事业型女强人 而丈夫萧恩是土生土长的尼日利亚人 在美国读过一段时间书 但她跟大部分非洲男人一样 非常的大男子主义 两人最初交往时 经常吵得面红而至 约会时 塞琳娜主动AA 都让萧恩很不理解 夫妻俩有两个孩子 他们都在香港出生会讲中文 所以来到非洲后 孩子们也是适应很久才习惯 塞琳娜和萧恩的相识 源于萧恩问路时的一见钟情 后来俩人都因共同朋友结识 可谓十分有缘 一年前 夫妻俩来到非洲后 丈夫开了家二手车行 收入相对较高 可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 有时有钱都没用 比如供水和供电 水管里流出的水都是黄色的 还有铁锈味 政府的供电也很不稳定 几天不来电那都是常有的事 这点也遭到了大儿子的无情吐槽 没水没电就算了 关键是这里的医疗条件也很落后 萨琳娜就曾患上过瘧疾 当时整个人都瘫软着 养了很久才恢复过来 不过最要命的还是安全问题 因为没地铁 没公交 在尼日利亚 如果你自己没车 就只能坐黑车和小黄包 而这种车很容易遭到打劫 尤其是外国人 萨琳娜就从来不敢自己出门 尤其是晚上八点后 因为当地政府的不作为 拉格斯的夜晚总会变成罪恶城 这边满是无所事事的流浪汉 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扑上来 开实体店的基本都逃不过这一遭 在车里待着也最好不要玩手机 不然灯光反射出你外国人的面孔 那就很可能遭遇绑架 而这种失去自由的感觉 让萨琳娜一开始很难适应 毕竟这里也没商场 丈夫之前出差一周 她就一周的在家里 简直跟坐牢一样 夫妻俩出门买个菜 那都算是约会了 因为当地贫富差距很大 在餐厅吃一顿 几乎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还不一定干净 所以这个大型菜市场 就是萨琳娜眼中的超市 不过付款时一定要丈夫来 不然老板看到是外国人 要价直接高市呗 毫无疑问 来到这样一个条件恶劣的地方 萨琳娜是真的很有勇气 但这个决定 其实也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香港时 丈夫萧恩作为黑人 遭到了许多冷眼 她坐地铁 旁边的位置根本没人坐 许多人见了她就捂鼻子 工作上也处处封闭 虽然萧恩不说 在萨琳娜看得出来 她过得很不快乐 所以最终决定成全丈夫 俩人一起来到非洲后 萧恩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整个人都积极向上了 越来越像萨琳娜 最初认识时的样子 这也让她坚定了 留下来的想法 对此 萧恩也是非常感激 来到尼日地亚后 萨琳娜也逐渐明白了 丈夫的成长文化 因为这里女性地位很低 就连家里的女佣人 都只听男主人的话 对萨琳娜的吩咐非常敷衍 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 当地男人都有种 自己天生是皇帝的错觉 所以丈夫一开始也是这样 做决定都带着命令式口吻 可萨琳娜不惯着她 假如意见不合 她就会极力辩驳 看谁能说得过谁 这段磨合期十分难熬 萨琳娜一度想过离婚 但丈夫坚决不同意 每次都主动言和 这也是萨琳娜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最近正值复活节 信奉基督教的萨恩 打算带家人一起 回东部老家探亲 但这一路可为困难重重 有的车撞上了十吨 有的车因路面钉子爆胎 行驶一天一夜后 他们才终于到达目的地 这天刚好是萨恩一位长辈的 气势大寿 所有人都盛装打扮 直系亲属 穿蓝色 亲戚穿橙色 简直是大型社交场 不过萨琳娜早已融入其中 游刃有余 甚至备受嫉妒 因为在尼日利亚女人们的眼中 萨恩可是钻石级别的好男人 她风趣幽默 勤劳友善 长得帅还顾佳 这样萨琳娜也跟着有面子 而且在她的调教下 丈夫的大男子主义 也变成了有责任 有担当的好品质 两人之间还是存在性格文化冲突 但萨琳娜找到了平衡点 她从来不会在外面 不给丈夫面子 处理问题也学会了四两拨鲜金 这些都是她在非洲生活后 才理解体会到的 除此之外 在非洲上学 对孩子们来说也有一定好处 比如可以锻炼 他们的生存适应能力 这里的学习环境很轻松 孩子们有更多玩乐 亲近自然的时间 不用拼命内卷 学骑马 交十块钱随便玩 这要是在香港 绝对是贵族才能玩得起的 不可否认 为了这段婚姻 萨琳娜舍弃了很多 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伟大 相互体谅 相互尊重 放宽心态 这就是她理想中的 不及生活 我是拉环 观众电影拉罐 带你看 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您给您的电影拉罐 海